时间进入7月了 我们头条要来看一下的就是在上半年 这个美国总统大选辩论所留下来的正情正当 这不只是余波荡漾而已 而是民主党内不断的有呼声 距离民主党的党代表大会还有时间 到底给不给拜登来选这一次的总统呢 民主党党内外到现在依旧陷入集体焦虑 当然是因为大选拜登的表现让大家无法置信 在美国很多重量级的报纸 包括纽约时报的社论公开表明立场 呼吁拜登为了国家应该退选 让民主党别的人来 那么据了解呢 拜登最听信的家人目前还是立主 就继续选下去 那么认为拜登有能力再做四年 同时就责认为都是幕僚没有准备好 在大选辩论之后有很多的民调 而到今天截稿为止最新的民调显示 超过七成的美国选民都认为 拜登不应该再选下去了 因为他不具备总统同理国政 所需要的心理素质跟认知健康 但是民主党目前浮出台面的 已经浮出台面的替代人选 民调都落后川普 有的落后到五个百分点 在拜登选前的时候 他的民调呢 曾经领先川普 这使得美国大选究竟是谁跟川普对决 现在形成一个比较模糊的新局面 81岁的美国总统拜登 28号前往北卡罗莱纳州造势 似乎让支持者看到有别于前一天的拜登 前一天在CNN美国总统辩论会上 气虚骚瞎 甚至时而思绪问乱的拜登 在党内已经掀起万败声浪 包括纽约时报和亚特兰大宪法报的社论 都呼吁拜登为了国家退选交棒 连英国媒体都用拜登炸弹 来形容他在辩论会上的表现 事前就说在辩论中不做事实查核的CNN 事后表示前总统川普的虚假言论超过30个 但当晚已对透过电视收看的5127万人播送 尽管这场辩论已是今年以来 全美最多人收看的电视节目 但观众比四年前的第一场辩论少了三成 根据CBS YouGov辩论后最新民调 高达72%的选民认为拜登不应该竞选总统 仅28%认为他该选 只有27%认为他具备 担任总统所需的心理和认知健康 川普则是50% 拜登想要扭转劣势不是完全不可能 2012年共和党的罗姆尼在第一场辩论中 大赢对手欧巴马42个百分点 但最后欧巴马胜选 不过当时欧巴马并非总统 过去寻求连任而输掉第一场辩论的总统 从卡特 老布希到2020年的川普 最后都输掉大选 拜登能创造历史记录吗 尽管换败生私起 但拜登的副手贺锦丽赶忙出面缓夹 平息党内外疑虑 众议院荣誉议长裴洛西也为拜登护航 辩论后连跑七场活动的拜登 周末与家人前往大卫营 据了解拜登家人力劝他继续选下去 尤其是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和他的儿子杭特 拜登家人质疑幕僚没有让拜登做好准备 认为拜登还是能击败共和党准提名人的最好人选 也认为他有能力再做四年 这或许不是没有根据 看看目前民主党内可能的接棒人选 从密西根州州长惠特默 加州州长纽森 到副总统贺锦丽 目前对上川普的民调都落后四到五个百分点 专家说民主党要换败 唯一的方法恐怕只有拜登自己主动退出 专家指出也因为对手是川普 这个极具争议性的人选 拜登目前才还有办法选下去 同样的一旦民主党出现年轻的新面孔 川普优势或许就不在 听什么中科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